各位早晨,今天是1月6日 昨晚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全线收跌 跌幅在1.02至1.47%之间 全线跌超过1% 中概股继续跑赢 近日无论是看一些通过港股通 流入北向资金的数据 即是流入A股的数据 还是一些外资买中资的ETF 都是看到资金流入中港股市场的力度 是非常之强劲的 由11月起到现在 累计北向资金已经是过千亿的淨流入 港股今天其实都继续跑银外围做到高开 原本高开百几点之后 升幅就缩窄 最新升幅就不够一百点了 都继续在21000的水平附近在增市 21000就是之前说过 在21年到现在下降轨附近的 还有连日已经急升了 其实整个大市都 如果之后有回吐还是正常 大家要有这个预期 回吐来说 只要不穿曼狗 都仍在一个反弹浪里面